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日前有大陆电商平台 上架了三款商用卫星 售价大约是200万元人民币 大约是900万元台币 更在直播间现场开卖这款卫星 打对折只要450万元 结果6分钟就卖出了一单 大陆电商平台开直播 有直播主拿出一个商用小卫星的模型 长宽高都为10公分 现场就开卖大陆的国产卫星 航天卫星也能在网络上买到了吗 全球首次在网购平台上架 开价为200万人民币 约900万台币 标榜在直播间打五折只卖100万人民币 约450万台币 结果才6分钟就售出了一颗卫星 最后总共卖出了两单 应该是我们史上卖过最贵的东西吧 提供的常规的服务 第一在卫星上可以刻上 您或您的企业的姓名或logo 该卫星主打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太空自拍服务 民众可以把图片传到卫星上 由于卫星上有显示器 就可以以宇宙或者是地球为背景拍张自拍 还能用卫星闪烁光点 在空中形成摩斯密码 在特定区域用肉眼就可以看到 用摩斯电话闪说 但主任您是最棒的 此外还有其他服务 可以获得三个清零现场参与发射管理的机会 每个月可以免费提供拍照八十张等 其实日前有卖家在网拍提供太空葬的服务 号称能在不影响卫星功能的前提下 将逝者骨灰放入卫星 随着火箭发射上天 价格从五万人民币起跳 约二三万台币 预期一年内可以完成